高雄一处社区两名住户车辆大门接连被砸 原来是行车纠纷 遭人报复泄愤 27岁的嫌犯公称 他跟被害人在附近的巷弄差点发生车祸 不满被害人回头瞪他就找上门砸车 但是不确定是哪家 就连隔壁邻居的也一起砸 犯案之后就讨逸 但是他的身影被监视器拍下 遭到警方代表 大力一挥 棍棒很砸 大门被击破 男子狂砸好几下 似乎还没解心头之痕 隔壁户白车也遭殃 挡风玻璃被砸出一个大洞 男子闯进社区大搞破坏 他有丢东西耶 跑进棋楼先砸左边又针对右边 砸门毁车乱丢东西 扔油漆罐红漆洒的到处都是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让人来改用 在里面看保证 都给破了油餐 一早七点多被闹事 被害人一头雾水 被吓坏周边接放邻居 警方追出嫌犯是他27岁男子 案发前搭计乘车来 边走边戴手套 就像有备而来 声称和被害人差点在路上抱车过 不满被害人瞪他尾随砸车 不确定是哪一户连隔壁邻居一起砸 犯案后跑离现场还把棍棒丢出围墙 企图灭阵 自称行车纠纷犯案说子警方要查 但确定的是涉及毁损罪 早上犯案傍晚就被逮 记者萧志远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